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欢迎来到第21期的聊新品 这些饮料呢是我自制的Sangaria 每年夏天都一直在喝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这系列视频的话 它只是近期彩妆借新品资讯的一个分享 顺便聊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它不是评测类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这两个星期 我已经被HL撕进到爆炸的一盘眼影盘 就是这个Give Me Glow的Juicy Olive眼影盘 那这个眼影盘是会在6月1号上市 以庆祝National Holiday 6月1号不是儿童节吗 这个就是一个全绿盘 是6个颜色 有4个哑光色 2个金属色 售价30美金 颜色很好看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均绿色 而且价格也还蛮合理的 就是6个眼影30美金 大家放心 这盘我肯定会买的 接下来是Nabla的Secret Palette 这个眼影盘5月22号会在他们网站上市 看湿色的话 有哑光色 有珠光色 有亮片色 看他手臂试色这张图的话 就能比较好的理解这盘眼影盘 基本上你中间披一半 一半是偏暖的颜色 一半是偏冷的颜色 这样看起来 它的棕调的话 就有那种偏中性调的 也有偏暖的金棕色 也有偏冷的灰棕色 然后再加两个红色 还有这种深的墨绿色 深蓝色 我对这盘的一个颜色组合 还是蛮有兴趣的 还是蛮想尝试一下的 Nabla的眼影盘呢 我之前收过两个 一个特别好用 一个很不好用 不知道这盘会怎么样 接下来是一个叫 Andy Candy Makeup品牌的 Cupcade Cat眼影盘 这是个小众品牌 我之前也不知道 价格还蛮贵的 这盘眼影是要40美金 现在已经上市了 它里面有11个颜色 有哑光色 珠光色 亮片色 这也算是一个彩虹盘了 就是里面有明黄色 有蓝色 绿色 粉色 橘色 这里面这些颜色色调 都不是很戳中我 就是很像颜料的那种颜色 包装也蛮可爱的 但我觉得它这个定价 实在是太高了 再接下来是 KKW Beauty的 Mrs. West系列 这个就是Kim Kardashian 以她自己婚礼为灵感的 一个系列 他们真是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都可以作为 灵感进行再创作 这个盒子封面上 也印了她的婚纱照 这个系列会在5月24号上市 一整套产品是100美金 先就大体看一下 它所有产品的色系 就是那种肉粉调的 还蛮像新娘妆会用到的产品 首先是这盘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是售价30美金 里边是哑光色跟金属色 就是一个粉棕盘 它这个三文鱼色的口红 还蛮好看的 是要18美金 同色系的唇线是要12美金 然后这个有点苍白的 裸粉调的唇彩是要18美金 很普通的一个香槟色的高光 是要20美金 肉粉色的这个腮红是18美金 这个系列就是她自己的这些婚礼啊 或者结婚纪念日这种 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而且我也不想买一个 印着别人婚纱照的化妆品 所以这个不买 再接下来还是KW Beauty 他们又新出的裸唇产品 这个现在已经上市了 有三款新的裸色口红 每个是18美金 还有四个新色的裸色唇线 是12美金一个 KIM的牌子出裸色口红 还蛮正常的 然后是Kylie在5月22号 会上她的护肤线 叫Kylie Skin 我先拿这个套装来举例 那这个套装是售价125美金 里边有洗面奶 面部磨砂 爽肤水 面霜眼霜 还有VC精华 这个价格应该也算上 中天高档了吧 它还有这种卸妆巾 卸妆巾是10美金一包 或者这种小的旅行套装 是22美金 这个价格倒还蛮便宜的 你们会买吗 反正我不会买 我觉得护肤品 毕竟跟彩妆不一样 它还是需要一些沉淀的 这种已经做得像快销一样的 网红品牌的护肤品 我也不想买 而且它价格也不便宜 接下来是大家的老朋友 Colourpop Colourpop最近很疯 因为它们5月份 会迎来5岁的生日 所以最近疯狂地在出新品 那首先是这个Watermelon 就是西瓜系列 这整个系列看起来就是红通通的 首先它也是有一个 这个酒色的塑料盘的眼影 这个是售价12美金 除了一个颜色 全部都是红的 我觉得你真的要做西瓜主题的话 其实你也不一定全都要放红色 你里面也可以放点绿色这种 这盘实在是太红了 看着就很热 大概出了几个身体的闪片 其实这个就只是包装了 我觉得它这些颜色跟Watermelon 也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唇部产品也都是红通通的 这整个系列都没有感觉 西瓜套装会在5月16号上市 它们前几天还出了一系列 这个哑光唇釉 这个是可以单独卖的是7美金一支 或者买一整套是58美金 这里面颜色就是Colourpop 一直在反反复复出的颜色 它们各种质地的唇部产品 每次出颜色都是这些 这里也没有什么想买的 真的是买不动的 然后是这套我已经买到的 Super Shock Extreme的眼影 这里边一共有6个 售价是30美金 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更加闪 更加沙马特的土豆尼质的眼影 给你们看一下实物 你们看 美轮美奂 我买这套是想做评测的 但是不要相信我的鬼话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发出来 我先拿出一个试试看 这个应该是要把这层纸板先掀掉的 我现在就只打开了一个盖子 哇 这个质地 我的妈呀 好看到炸裂 天哪 太好看了 大亮片 这个官方说不是用在眼睛上的 就是如果你要用在眼睛上的话 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因为它里边亮片颗粒实在是太大了 再接下来是Makeup Revolution 跟Rachel Leary的合作系列 那这个系列现在已经上市了 一共是两盘 我觉得这两盘还蛮有想法的 它都是面部盘再加上眼影盘的一个组合 那大的那一盘呢 是20美金 里边也是有修容 有bronzer 有腮红 有高光 还有眼影 这个盘子整体还蛮实用的 然后又有薄荷绿 紫色 粉色 黄色就会比较跳出来 另外一个小点的这个盘子呢 就是更实用 更方便一点 然后价格也会更加便宜 它是15美金 修容 bronzer 腮红 高光 还有整体都是比较偏暖 橘调的眼影 这个合作系列挺酷的 还蛮有好感的 然后是DRA Cosmetics 会在5月31号出的夏季限量系列 Ten Lines系列 这里边也是有眼影盘 有腮红盘 还有唇彩 这个眼影盘就是非常细长 基本上是一半安全色 再加一半比较跳的颜色 我觉得这盘它那种安全色 我还蛮喜欢的 是那种三文鱼粉调的 还蛮日常 也蛮百搭的 然后比较跳的颜色呢 有那种明黄色 还有黄绿色 天蓝色 深蓝色 质地也是有哑光 有珠光 有大亮片色 这个眼影盘的售价是34美金 接下来是这个双色的腮红盘 是售价30美金 这个颜色我自己就不太喜欢了 首先它都是亮亮的 然后有一个颜色明显太深了 另一个颜色呢 又是那种比较苍白的粉色 两支唇彩都是里面有大闪片的 那每支是17美金 这一开始在瓶子里 我还觉得蛮好看的 但是再看它试色 一个是那种很紫的颜色 还有一个我以为是香槟金色 但看起来就很黄金 再接下来是Mofi的新品 39S 现在已经上市了是35美金 这就是一个粉紫盘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Huda Beauty 紫宝时的一个无限扩大版 这盘真的很好看 它色调上有冷调有暖调 中间那排七个比较大的颜色呢 是topper的质地 就是各种各样偏光大闪片 然后另外的颜色呢 有雪青色 有粉色 有眉红色 有深红色 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粉紫盘 就是它偏左半边这块是比较粉紫的 然后它右边那块呢 就是比较有深度的颜色 然后这盘里边 它也出现了一个 Press Glitters 虽然用不过来 但是真的很想买这盘 然后是True Face的新品 这个又是水果系列的 这个是Fruit Cocktail 双色腮红 售价是30美金 目前还没有确定上市的时间 包装很可爱 颜色也蛮好看的 都是暖色调的 带有些蜜桃调的 最浅的那个颜色 有一个应该都可以作为高光了吧 然后是True Face的 将要出的这个 Triple Scoop 三色杯高光 分别是香草 草莓 还有巧克力 而且它味道也是冰淇淋的 那这盘高光 蛮贵的 要42美金 它还会出一个 菠萝的保湿面膜 这面膜售价将是42美金 目前这些产品的上市时间 都还没有确定 再接下来是明年的消息 就是Benefit 将要进军医美了 他们会开设这个做脸场所 然后这个机器是做皮肤雷射的 价格20到30分钟 是75美金 这个还蛮有意思 Benefit终于做了点创新 接下来是一个跨界抢前 就是Starbucks 也要进军美妆了 它将要出这个 Small Sprappuccino的套装 里边是四支唇釉 那这里边的颜色 就跟它的饮品很像 目前这个价格和上市时间 不知道 但如果它要把这种化妆品系列 跟它每样饮料做结合的话 它应该还有蛮多的主题可以做的吧 接下来是Tom Paul新品粉底液 现在已经上市了 一共是20个颜色 售价87美金 它是有SPF30的 然后据它所说是一个比较轻薄质地 中度遮瑕 自然光泽的粉底液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粉底的开关 因为它每次都会直接打开来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氧化还有变质 你们对这款Tom Paul粉底液有兴趣吗 然后是Lime Crime的限量Sun Kiss的系列 这个昨天已经上市了 这整个系列看起来就非常的热 它有一个六色面部盘 还有一个缩小一点的四色面部盘 有一个点雀斑的笔 点雀斑的话液体眉笔 或者棕色的眼线液都可以点 其实不太需要一个雀斑笔 三只唇釉全都是金属色的 都不想买 然后是Anastasia会在5月21号新出 一系列夏季包装的产品 这里边就之前说过 那个身体闪油是38美金 还有四只mini的亚光口红套装 这个是21美金 还有五个颜色的这个闪粉 这个闪粉是22美金一个 除了一个颜色比较深一点 另外四个颜色都是那种淡淡的 然后有点偏光的颜色 像这个闪粉的话是指在他们的店里 还有他们的网站上有的卖的 在Cebra是买不到的 然后是BH Cosmetics的 Take me back to Brazil系列 带我回巴西系列 这边真的是非常的五彩斑斓 那这个系列现在已经上市了 它有一个真的是完全彩虹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这个眼影盘 还有一套这个刷毛是银灰色刷具 我真的觉得这套刷具实在是太丑 太劣质了 这套刷具是22美金 四个这种像是用在贺卡上的闪粉 那这四瓶是15美金 还有这个真的是巨大 像一只蝴蝶一样的假睫毛 这个假睫毛是8美金 这个真是太夸张了欣赏不来 再接下来还是BH Cosmetics 也是它现在已经上市了这个 Canta Fe眼影盘 这个是售价22美金 就是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这盘眼影我觉得乍一看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形状虽然是不规则的 但是它是对称的 就看的还是比较顺眼的 可是后来看了它这个手臂试色以后 就真的是劝退 也是一群差不多的暖橘色系的 然后感觉显色度也不是非常高 还感觉脏脏的 这个不买 然后是Huda Beauty的新品 首先是它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定妆喷雾 这个定妆喷雾是长效持妆 防水而且是哑光的 很像Huda Beauty会出的定妆喷雾 我觉得它们品牌对于底妆追求 就是那种很厚很哑光 然后很持久的 但这种哑光的定妆喷雾 我应该也hold不住 然后呢是它们出的这个膏状的修容 这个修容是可以用在脸上 也可以用在身上的 这款产品也是现在可以在网上看到一些评测的 一共是有五个颜色 每个是30美金 然后它还有一个双头的这个刷子 是28美金 这颜色真的好深 手臂施则把我都惊呆了 Fear跟Light我们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我不太喜欢这种膏体 我觉得需要占取着来使用 还是蛮烦的 我还是挺喜欢那种修容棒 然后是BECCA这个珍珠系列 这系列这个印花真的是非常厉害 它单个一个盘子的是高光 看起来就是淡粉色的 然后还有一盘眼影 那这盘眼影就是颜色非常的无聊 但是压花非常的好看 有些是棕色的 有些是偏粉色的 有些是灰色的 非常日常的颜色 还有三只这种稍微有点颜色的唇膏 接下来是Visart新品 那首先是两盘眼影 这两盘眼影现在已经在beauty list上市了 是39美金一个 这两盘眼影真的很眼熟 就很像他们之前出过的产品 那一个是暖橘调的 一个是粉调的 看式色的话还蛮好看的 特别是粉盘 就颜色非常的日常温柔 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想买的欲望 接下来是Visart已经上市的单色眼影 他们终于出单色了 这样大家如果只喜欢某些颜色的话 就不用去因此买个大盘了 这里边一共有50个颜色 有亚光色金属色 偏光亮片色等等 那价格是12美金一个 你也可以买这个可以放12个眼影的空盘 是价值15美金 单色眼影里边我觉得有好多个颜色 我都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 还有偏光色都很喜欢 但是12美金一个拼一盘也非常贵了 再接下来是Fenty Beauty的夏季限量新品 那这些现在已经上市了 整个系列都非常的荧光 看起来非常疯 这个限量系列就让我想到他们冬天的那个 有蓝色高光的限量系列 那一整个系列后来就一直在打折 这套产品看起来很像会走上打折的路子 首先是他们出了三套这种荧光色的液体眼线 这个一套是35美金 颜色是还蛮好看的 但作为一个可能大多数人只是想买来玩玩的产品 这个价格也有点贵了 然后还出了七只口红都是非常鲜艳的颜色 是20美金一个 这些颜色真的我都要贵了 太酷了 可能只有大红色可以用得到吧 这套我一点都不想买 而且我觉得过段时间会打折 再接下来是Dominique Cosmetics新出的这个四色的高光盘 那这个现在已经上市了 是售价36美金 一个是高状的 另外三个都是粉状的 颜色是比较实用 比较安全 比较百搭的那种高光色 我觉得它这个品牌 每次出的新品都是那种比较无聊 比较安全的类型 就是可买可不买 然后大家买了也可以用到 还蛮适合这种有一定粉丝基础的人出的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油腻食品品牌 Glamlite的新品 这次是墨西哥食品系列 现在已经上市了 这次他们有一个TACO的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说实话 它的一个颜色是目前他们出的所有眼影盘里面 我最感兴趣的 因为有很多绿色 然后也有紫色 但它这个包装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可能摸到这个眼影盘就会觉得手上有一层油吧 这个系列里面还有这个Magrita的假睫毛 还有两只棕色的唇釉 分别是Turos跟Ochata 接下来是Natasha Dinona在5月17号会出的新品 首先是四只这种金属色的唇釉 颜色两前两身都没有什么兴趣 还新出了两款眼部打底 一个是light 一个是medium 这个眼部打底我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它是有遮瑕功能的 再然后是Gucci出的新的口红 这是售价38美金一个 包装蛮复古的 有一种Paul and Joe的感觉 颜色上来说我觉得就非常的安全拍 这种品牌出的彩妆就有点像 稍微注意点包装的雅士兰黛 三个颜色分别是一个深红色 一个眉红色 一个橘红色 就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也可以买的颜色 最后是Shallow Tibbury的新品 这个Dreamgasm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真是即使它加了这个闪闪发光的滤镜 还是抵不住它的无聊 难怪我觉得这盘眼影很眼熟 它里面有三个颜色 都是来自于之前眼影盘的 分别来自于Exaggerate Eyes Pillow Talk 还有Dolce Vita 所以如果你们已经有了那几盘眼影的话 应该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这个就是一个拼接盘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第21期的疗性品 我这样拍的热死了 那记得给我留言弹幕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